前民主德国的最后一任总理德梅奇埃 是两德统一的关键性人物 他早在1956年就加入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成为统一后的第一个执政党 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 当年曾在他手下担任政府副发言人 德梅奇埃在德国首都柏林 接受凤凰视频独家专访时 回忆了当年对默克尔的印象 她的解度是分主的故事 国重的理解 她可以很详细解 她设计科学常作词 但她认为文化的理解 而在很乘方的理解 她也很重要 她有些关键的重要因素 她又非常重要 她每天好像光上看 她常常常看寻的 我认为她是一个很酷的女性,她从此外没有很难受的生活, 因为你必须要看到一个智商的军事, 我认为她是一位在六十分之后, 她会在两个月的军事, 也就是这些人都不做了 我认为她的文件, 她是一位一位纪念的文件, 她是一位纪念的文件, 她是一直在事件上的事情, 德梅奇埃认为 默克尔是一个内心度于表面的总理 他面对难民时所展现出来的 完全是作为一个基督教徒 和一个人最内心的东西 他希望中国企业和慈善人士 能够为解决难民危机提供资助 德梅奇埃认为 现在默克尔总理采取合作共赢的对华政策 值得尊敬 他从1994年开始 致力于推动中德两国在可持续发展 和基础建设上的合作 令他担忧的是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十分严峻 和当时的民主德国的情况是一样的 凤航视频邓英京 德国柏林报道 人民带国柏林市场 太帽林 bef候 并队 我看到 với 土人为守 职节节责 当时的电池 正在 Perform 也满 声 声 声